在香港僵尸电影里 尤其是林振英的僵尸电影里面 经常能看到一名道士 摇着林丹口念咒语 背后还一蹦一跳的 跟着一排穿清朝官府的僵尸 这就是传说中的感尸 死人是怎么会走路的 感尸的原理是啥 感尸是怎么诞生的 感尸又有啥禁忌和习俗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神秘的湘西感尸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比那阿波主 旁边是感尸匠小鲜 大家好 在电影里的感尸 一般是一个头戴道巾 身穿黄色道袍 一手摇灵丹口念咒语的道士 后头跟着一对僵尸 僵尸头上还贴着黄服 道士摇一下灵丹 僵尸就向前蹦一下 但是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感尸 实际的感尸可比这恐怖多了 真实的感尸必须是两个人 或两个以上的人 而且感尸的人必须头戴大草帽 脚穿草鞋 身穿黑色缠衫 腰间板一个又缠又宽的黑色腰带 总体来讲在夜里面怎么看 怎么恐怖怎么来 感尸这样的师傅 在感尸的时候必须走在尸队的最前面 徒弟走在尸队的最后面 而且两个人都不能打灯 必须摸黑走 师傅手里拿着个灵丹 叫做射魂灵 腰间的把这个小罗叫做小阴罗 没走几步就要摇一下灵丹 敲一下罗 这个不是为了让尸体跟着他蹦 这是为了让夜行的人远远避开他们 也是通知远处养狗的人 赶紧把狗关起来 感尸队来了 别让狗出来招惹了死人 尸体若是两个以上 感尸匠就要用草绳将尸体一个一个串起来 每隔五六十公分一个 也就是差不多一臂长一个 每具尸体头上必须戴上一个高筒的那个毯帽 额头上要贴一张镇尸符 远远看去 就是一队黑衣人飘飘呼呼的往前走 这个才是真正的感尸的队伍 你还别不信 大作家沈从文就亲眼见过 他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就是这么描写的 经过陈州金元岭 那地方出尘沙 且有人会感尸 若眼浮好 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 在公路上行走 汽车进身时 还知道必让在路旁 完全同活人一样 那尸体是怎么动起来的 又是怎么跟着感尸匠行动的 要解释这些 就必须从感尸匠这个人开始讲起 在古代 感尸匠可不是说谁想担谁就能担的 得有机缘 而且要求特别多 第一项要求就是长得必须丑 而且是越丑越好 你长得丑 你才能震得住这些尸体 其次呢 你学习感尸法的时候 必须未满16岁 得练童子功 然后呢身体必须好 胆子要大 你想啊 同时感尸这门行业啊 蝉途跋涉咱们就不说了 又时常跟死尸待在一起 而且都是晚上走 都是晚上走 你说胆子不大 你女人想象都总是做不了 做不了 所以感尸匠 周徒弟就非常严格 他必须经过三关 第一关呢 是考翻向感 因为感尸都是在夜里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不能打灯 就很容易迷路 所以翻向感必须好 感尸匠呢 会先让映尸者 望着当空 中午的太阳 原地转圈 转着转着 突然让他停下来 只要立马分辨东南西北 分清自己夹在哪一边 哪边是去的方向 分不清 就不能当感尸匠 第二关就是考力气 为啥要考力气 因为死尸不是活人啊 遇上陡坡 高一点的砍 尸体的腿是不会大弯的 上不去 那感尸匠就必须 一个一个 把这些尸体给背上去 砍上去 所以必须力气大 才能当感尸匠 所以必须得考力气 第三关呢 就是考胆量了 感尸匠呢 会把一片树叶 放在深山的坟头上 夜里让映尸者 一个人 去把那片树叶给取回来 这三关通过了 才能跟从这个感尸匠 学习手艺 而且学起来 也不是那么轻松啊 感尸呢 一共要学习36门功法 比如说有什么 收尸宫 刀尸宫 缝尸宫 反腐宫 通灵宫 骑尸宫 行走宫 转弯宫 上坡宫 下坡宫 过桥宫 还有哑狗宫 这些名字一听 你就应该知道 这种功法 每一个都是 对感尸有帮助的 比如说哑狗宫 可以使沿途的狗 都不会叫 因为狗一叫 死尸就可能扎尸 还有刚才说的 一个黄魂宫 这个黄魂宫 能把死尸的魂 给召回来 而这个功法越好 死尸召回来的魂越多 能感的尸体 也就越多 感尸匠呢 也就越轻松 感尸匠呢 平时也不感尸的时候 和普通人一样 他也种地 也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而且感尸这个 忌讳极多 毕竟他是跟死人打交道的 比如说 不能直接说感尸 你得说走脚 你去找感尸的师傅 你得说是 请师傅走一回脚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忌讳 还有三感三不感的说法 遇到三种情况 感尸匠是一定能 把尸体给你赶回来 第一种是犯法 被砍了头的那种情况 第二种是受脚性的 记住他不是被绞死 是受绞刑 一定是受刑罚 这种情况 第三种是受战龙刑 死的这种情况 绞刑和绞死有区别吗 有 绞刑是官府判你 你是犯了罪 你得被绞死 被官方绞死 那你自己删掉 绞死自己 那不行 比如说你被谋杀了 你被绞死 这种情况就不一定能把你赶回来 但是受官府说 你犯了罚 你得被绞死 一定能给你赶回来 这就是三感 还有三不敢 三不敢是啥 第一就是病死不敢 第二就是雷劈火烧不敢 第三就是自杀不敢 病死很好理解 疾病传染 万一赶回来 一路都传染了 当然赶是这样 有赶是这样自己的说法 病死是讲进天年 说白了 你病死 那是阎王爷在生死 不上把你给勾了 魂魄早就给吴长伟勾到阎王殿了 那魂魄肯定找不回来了 是一定赶不了的 而雷劈火烧的人 你想天雷劈天火烧的人 肯定是罪孽深重的人 魂飞魄散 所以这种也赶不了 还有自杀的人呢 赶实际上认为啊 这一类人是被旧鬼抓去做了替身 不是没有能力 而是说是我不能这么做 去把魂魄给找回来 这也赶不了 但有人上门情感实际的时候 首先呢 先要给赶实际提供一张黄色的纸 上面详细的写明死者的 姓名 住址 生辰八字 去世的时间 以及去世的地点 还有性别等等信息啊 赶实际呢 会就着这张黄纸 画一道符咒 然后将其包好 放在腰间 等到了地方后 赶实际首先要劝这个死者 是不是这个黄纸上写的这个人 劝认是这个人吧 就会用沉上 点化于死者的 眉心 背弹心 胸弹心 左右手柏心 脚斩心 七处 每处贴到沉舟腹 用五色布条 将死者 这种捆住 之所以封住这些地方 是因为这些地方是人体 吸魄出入之处 之后呢 再将一些朱砂 泛入死者的耳鼻口中 再用神符堵住 耳鼻口三处呢 就是人的三魂的出入之处了 你再封住呢 那么魂魄就都被留在体内了 保证死者到家乡时 魂魄不散 在湘西 当地啊 也有很多因为赶湿而形成的相关风俗 比如说 只有在湘西才有死人客栈 这些客栈和正常的客栈不一样啊 从建筑物外观一看你就知道不一样 因为只有死人客栈是平凡 死人客栈不管白天黑夜 大门都是敞开的 并且呢 两扇大门又高又宽 两扇合在一起 昼夜不乖 赶湿架一般是黎明前 就是天亮之前把尸体赶进这间店 然后就必须把尸体安置在两扇门的门后面 给遮住 不能受残光 所以啊 这些死人客栈的大门后面就是个禁区 一般店里面那些火箭都约定俗成 不会往门后面去看 还有火箭 有火箭 有人开的 还有店主 到入夜的时候呢 赶湿架就会把这些尸体从门后面赶出来 继续上路了 这是一个风俗 还有一个湘西风俗是很特别的 我们现在接触 除了湘西的村子 我们这些地方的村子 基本上都是一条大路 乱穿整个村子 有的村子大一点 南北一条路 就是南一条路 北一条路 整个穿过村子 但是在我国的湘西地区 这边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俗 就是村子外边会有一条小路 绕过整个村子 这就是为了方便赶湿这样走 你想穿村而过 那多少生气 多少狗啊什么东西 绕村子 多少避一些 这也是湘西独特的一个情况 好 现在就有一个情况 怎么赶湿就只在湘西 中国别的地方就没有了 在湘西 其实有一个善古流传下来的传说 说赶湿树的起源 其实是赤油传给你们的 善古都说皇帝和赤油不是大战吗 双方厮杀非常惨烈 战场让人尸痕便宜 死杀无数 赤油就对身边的苗族阿普说 我们远征迁士兵死了也应该落叶归根 还得想办法把这些尸体带回家乡 苗族阿普听了就心里犯难了 这尸体这么多 我们这么点人 每一个人背一句也背不完 是吧 那怎么处理这些尸体呢 于是赤油就传授给这位苗族阿普 几句口诀和一面令旗 但这位苗族阿普念旗口诀 挥旗这面令旗的时候 这些尸体就一个个都站下了 就跟随这位苗族阿普 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就是传授中赶湿的起源 但是赶湿究竟是怎么回事 尸体是怎么动的 现在这些尸体是怎么保证不腐烂 又怎么把魂魄招回来的呢 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 说敢是敢的不是尸 而是装成尸体的人 这个解释来自于195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1950年新东沟刚刚成立 当时的刘邓大军就奉命 前往西南地区剿匪 西安西和贵州这一带 由于地形复杂 就成为土匪和国民党残暴的据点了 当时解放军不仅要剿灭土匪 还要确保这一带的稳定与安全 还起到一个公安这么一个作用 正是这种背景下 发生了一件与敢是有关的神秘事件 有一天呢 两名解放军战士在执行任务 途经湘西的山间小路 突然 他们就发现前面有四个人 在远处怎么摇摇晃晃 摇摇晃晃的向前走 而走在这些人最前面呢 就是一个身穿黑衣 摇着铃铛的 怎么一个敢是将 当年那会儿呢 国民党残胆 特务土匪龙蛇混杂在湘西地区 地形复杂嘛 于是两名战士立马上前 拦住了敢是将 敢是将呢 是一位中年人 胡子拉叉 面容参三 他解释说啊 自己是敢是的 要将后面这几个死者 送回家乡安赞 两名解放军战士 虽然心里面怀疑 这个到底什么情况 但是看一下后面 这一排尸体 尸体上都用黑布蒙的 还贴着这么一个黄服 特别甚的话 心里面不免 还是有些害怕的 谈完了呢 就把这个敢是将翻走了 虽然犯走了这个敢是将 两名解放军战士 心里面还是想 这三四个人 会不会是敌人的特务 对吧 心里面会这么想 对 那个时候还是很会怀疑这一点 对 就决定悄悄地跟踪 观察展示战的动静 到了大概黎明的时候 敢是将就来到了一家客店歇息了 这家客店 不是传说中的自然客店 而是一家普通的客栈 两名解放军战士 也就决定在这家客栈住下 以便继续观察敢是这样的动静 观察一整个白天后 就发现很奇怪 这个敢是将没有任何情况 好像就睡过去了 到入夜的时候 他们决定倒一次前 去盘查一下这个敢是将的房间 两名战士 转起胆子 带着枪 就敲响了敢是将的房间 但是 就敲不开 一直敲敲开门 他们一扶耳一听 屋里确实有人在动 敲了整整 大概五到十分钟之后 敢是将终于开门了 这屋里头 一看 就是中年那个敢是将 解放军战士一进屋 就发现 房间里面泛着三具尸体 身上都蒙着黑布 敢是将大反让他们 查验这些尸体 解放军战士一查 这些确实也是死尸 没有活人 头和胳膊身体都在 而且冰冰凉 两个解放军战士 在屋内仔细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遗产 于是呢 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他们就开始寻死 咋回事啊 这是个 真的 一个人能把尸体给弄动了 忽然之间 有一个人就回忆起 一个奇怪的细节了 他们进屋的时候 实际上是坐在桌旁 喝酒吃菜的 而桌上摆了四双筷子 而不是一双 这就很奇怪了 死人也要吃饭 还是敢是将一人用四双筷子 不会吧 于是那两名战士 马上又找到那个敢是将 盘查之下 终于明白了敢是的秘密 其实敢是利用了战眼法 他们让活人来背着尸体走 其实也不是整个尸体 而是尸体的一部分 敢是将在找到尸体后 会将尸体进行解剖 把胳膊腿头卸下来 然后板在自己徒弟身上 徒弟就穿上那种 黄袍大袖那种黑衣服 把自己包裹起来 隐藏身上板着的尸体那些部分 等到了他的目的地 又以做法事为由 隐气 把周围的人都屏蔽 你们都出去 我们要把尸体安在 你们再会启示 这种理由 把周围的人都屏蔽出去 这个时候敢是将和徒弟 就用稻草做成假人 再把尸体的其他部分组合起来 仍然看起来是完整的尸体 由于这些敢是将和徒弟的 记忆精湛 手艺巧妙 他能制造出尸体 夜间行走的假象 和假尸体的现象的样貌 所以就掩人耳目了 再加上利用黑夜的掩护 和人们对鬼神的敬畏 来完成敢是的神秘仪式 这就是第一种敢是 启示的说法了 通过种种证据来说 有很多疑点 第一个疑点 就比如说稻草做身体 这种做假方法 其实很容易暴露 哪个亲属一碰身体 那马上暴露了 其他就是 这种说法里面 强调为了反制实体腐败 敢是价会在冬天里面进行 但是其实春夏秋冬 都有人敢是 最后则是这位老奶奶的说法 pouco下来的想法 在宫里面中 她们以为 这一步方法 都想不要 他们把人带来 在沙仁里面 就像攻幣 在沙仁里面 强调让他们听说 看着学习的 他们在沙仁里面 在冬天里面 在沙仁里面 在沙仁里面 让他们店主板 因为 瓶长 在沙仁里面 觉得 什么 你自己作为作课 要有余的作词 让我想要作课 那我们再作课 我们再为作课 我们再发展 我们再来 有余的作课 她还不及时 还不能这样 因为这是那种 她还不及时 她还不及时 有余的作课 我们再有余的作课 我们再说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比较逼得更高 而立即高 要求他更高 他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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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高了 他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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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向他 趁着他 他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这个地方他说到了两点 一 赶尸这样把尸体赶到目的地以后 赶尸的尸体头上的鼓励 一曲 尸体就倒了 家人上去给这具尸体洗澡换新衣服 如果那个尸体是个稻草人 那就不可能了 立马暴露 所以这个不太好说 所以这种说法我持保留态度 好 第二种说法来自中国最后一位赶尸家 甜铁舞 他是指江乌龙绝技表演艺术团团长 据甜铁舞所说 他家祖善世世代代都是赶尸家 甜铁舞的师父就是自己的大伯 在抗日战争时期 甜铁舞的大伯曾经将一群在湖北打鬼子战死的相亲 用赶尸术带回家乡 他自己说的 据甜铁舞师父介绍 赶尸最重要的是三件事情 药 肝和尸术 这三点是赶尸过程中的诀窍 缺一不可 无论哪一点达不到要求 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赶尸人 或者就不能称之为赶尸人 药是指苗族保证尸体不腐烂的一种草药 这个配方由苗族世世代代赶尸人传承下来 神秘 而且不都要公布 这种神秘的药草 不仅可以使尸体在潮湿炎热的夏天都不腐烂 也能让尸体保持身前一样柔软 也能动得下尸体不会僵硬 这样赶尸人就能操控这些尸体 第二点是杆 赶尸过程中需要用到两根竹杆 用来固定尸体的手臂 因为山高路远 如果你单架抬尸体 那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赶尸匠就为了一次赶多具尸体 就将尸体两只手这么 这板一根竹杆 这板一根竹杆 前面一个人把竹杆担尖上 后面一个人把竹杆担尖上 那么固定以后你看走路的时候主个人有任性 就这样的了 这种方式一次就可以运送好多具尸体 如果两个杆尸匠是力气够的话 四五具尸体不在话下 第三点就是师傅 师傅就是指走在最前面那个杆尸匠 一探杆尸或者一探走脚 一个人是不行的 至少得两个人最好是三个人 前面一个师傅摇铃打锣 后面两个师傅挂尸体 最前面那个师傅呢 不仅要用来打锣摇铃 去警告远处的人不要靠近 而且呢 要起到给后面那两个师傅带路的作用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感尸的效果 这两种说法你觉得哪个更靠谱 第二种吧 第二种 我也觉得第二种靠谱 为啥 我们先来讲一讲 关于甜铁舞师傅的一些意识 大家再来判断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还是说你们其实心里面有了第三种答案 在十几年前啊 一位记者找到甜铁舞 向探究湘西感饰术里复活术的秘密 其实就个启示术啊 于是呢 就请甜铁舞表演这个复活术 甜铁舞呢 就按照仪式惯例 先是焚香祭拜天地 然后吹动牛角号召唤神灵 最后呢 他拿出一只准备好的公鸡 甜铁舞在公鸡身上呢 比划了一下符咒 念了一些神秘的咒语 然后就用钉子刺穿公鸡的头部 再将公鸡定在木板上 接着呢 他就把一张写满神秘蚊子的黄符 贴在公鸡身上 继续念咒 奇迹发生 公鸡复活了 不仅复活了 还挣脱了那枚金子 还跑挺快的 对 重新炸了起来 记者看到这一画面啊 确实震惊到了 卧槽 真的有东西能起死为生吗 但是这个记者啊 还是始终先性科学的 就对复活术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甜铁舞 事先准备的这个公鸡 并没有死 只是用某种方式进行了催眠 甜铁舞呢 面对这个质疑啊 很淡定 说我们提高难度 再来表演 这一次 甜铁舞拿出一把菜刀 先是割破了公鸡的喉咙 再将公鸡的血泛干 打完是吧 然后再次用钉子刺穿公鸡的头部 并将钉子和公鸡 固定在木头架子上 这一次啊 记者在这只公鸡旁边 还点了一枚鞭炮来测试 公鸡是否真的死了 鞭炮爆炸火 公鸡毫无反应 确认死亡 血都泛干了 不死也难啊 紧接着呢 甜铁舞继续做法 公鸡再次神奇地复活了 记者还是不相信 这次记者呢 就提出要亲自去买一只公鸡 甜铁舞照样同意了 但是特别强调 一定是公鸡 因为苗祖祖善流传复活术 只能用于公鸡 不能用于木鸡 因为公鸡可以打棉 被认为有牵引太阳的脸 有驱邪的作用 所以只能用公鸡 记者呢 购买了一只健康的公鸡 并亲手交给甜铁舞 甜铁舞呢 就让这个记者 自己把这个鸡的鸡头劈开 记者亲手劈开了 这只公鸡的头 确认公鸡已经死亡 甜铁舞再次施展复活术 公鸡奇迹般的再次复活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 来龙去脉了 你看完你觉得是啥 我觉得更偏向于是真的吧 我觉得也是真的 对 看完这个你觉得 这湘西感诗 是哪一种说法更合适 我其实觉得湘西感诗 就是刚才觉得很神秘 我也了解过一点点 但是现在听你讲完之后 我感觉到一种是浪漫主义 为什么 真的 就是中国人的故土情节 是 因为客死他乡啊 包括战争啊 这些人因为词太多了 就没有办法一句一句的 像以前路又不发达 又没有车 所以没办法一句一句的 去扛回去 所以可能是一些先贤 为了这些客死他乡的人 能够回归故土 发明出来的一种神秘的 或者叫秘书 目的是这个 让大家能够回归故里 末夜归根 末夜归根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浪漫 对 比如说流浪地球的 我们从来不是星际移民 我们是带着地球走 对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感受到 是一种浪漫 宗世浪漫主义 我之前给你听过 李亦凡的十四年猎鬼人 他有一集是专门讲这个 现在基本上中国基建很厉害 各地方都通车了 通路了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这种更快捷的方法 把客死他乡的人带回去 所以说现在感尸人这个群体其实没落了 现在人的话 你在收徒弟其实很难 按照李亦凡那个书上说的 他当时是参与了那个师傅的最后一次感尸 是感一具尸体 但是还是用卡车把肢体运送到 离他家乡最近的那条公路边 下来之后人家山路回去 也是个苗族的村寨 他参与了全城 就跟着那个师傅走了全城 他也看到了师傅怎么起了诗 然后师傅跟他说了一些东西 那个师傅之前其实收过一个土地 但那个土地技术挺好的 但是品行不好 把那土地扫地出门了 就很难再收到土地了 所以他走了最后一趟 零几年的时候 他解释的就是他是用骨棒 他手上那个铃铛里面其实是母骨 在尸体刚死的时候就要接过来 就用他的你说的药 保持尸体的柔软 特别是关节的柔软 你就是隔一两个小时 可能就帮关节活动一下 要上药 把他骨放在他的膝盖里面 他的母骨在尸肉上 子骨在他的膝盖里面 摇动母骨 子骨就跟着跳 但是在那个师傅的讲述下 我觉得他们的原理就是量子力 是母体洞 隔着多少米之外的另外一个个体 他是跟着母体一体洞 所以他是摇一下 你尸体跳一下 摇一下尸体跳一下 那他的咒语 又把尸体就赶回去了 一路上也用了什么避苟咒 然后是各种转弯上活 赶到他们家之后 可能说什么属相回避 或者转身或者出去 我们要拍跟着全程 我觉得这一集我听了两遍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相通的 像你说的 其实应该感室里面也有鼓术的一部分 对 可能用到了鼓 对 至少是某一些分支 对 看完这个视频你觉得哪个说法才是真的感识书呢 或者你心里面的感识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